今天的信息 我们今天要来看的题目是死与活 我今年的信息是配合教会的主题 要讲以福所书 所以我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现在 今天我们要来到第二章的一到十节 就在我们看完了以福所书第一章 了解了上帝是借着耶稣基督 或者说我们在基督里 他赐给我们五个福分 那个时候我们叫做五菱门 并且我们唯有 注意听唯有透过祷告 至于什么是祷告我们上次讲了 祷告不是报告 祷告不是控告 祷告是跟神做知心的交往 祷告一定有来有回的 祷告没有回应的 你从旧约一直读到新约 那些人的祷告都有回应的 所以今天祷告不是说我们祷告完了 无声无息 然后我们就继续的往前走 不 我们唯有透过祷告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 并且他的工作以后 第二章开始 保罗要仔细具体的来讲 一个人到底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恩典 得到以福所述第一章讲的那两个恩典 第一个恩典是五福临门 第二个恩典是在祷告当中经历他 请你打开周报我们来看 周报的前言 我们所信仰的基督教 其实是一个生命的信仰 所要处理的是生与死的问题 或者说死与活的问题 而不是是与非的问题 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 这不表示是与非不重要 其实是与非当然重要 是与非怎么可以是不重要呢 不仅有是与非 还有大是与大非 对吗 但是对一个人而言 如果他这个活人 即使他今天做错了一件事 他都还有机会改正 如果他这个活人 即便他今天做错了 他都有机会改正 但对一个死人 是与非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们不是说是与非不重要 可是今天我们的问题出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 无论是个人也好 我也好 你也好 或者是教会也好 林生南路礼拜堂也好 林刚堂也好 信友堂也好 南京东路礼拜堂也好 无论是教会也好 或者是地区的基督信仰群体也好 台北的教会 高雄的教会 日本的教会 泰国的教会 这个地区的信仰也好 为什么不能往前走呢 很多基督徒说 为什么我不能往前走呢 而常常落入原地打转的状况呢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弄清楚这个概念 什么概念 什么概念呢 就是你所信仰的 或者你信仰的重心 是分辨是与非 还是经验死与活 到底我们的信仰 是分辨是与非 还是经验死与活 从头一天亚当夏娃就走了一条错误的路 他们选择了分别善恶术来表明 他们需要知识 他们要得着智慧 他们要来分辨是与非 他们要来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他们要跟上帝一样那么的伟大 而选择了不要生命里面的顺服 什么叫生命里面的顺服呢 因为神说这棵树不要吃 千百棵树 只有一棵不能吃 他选择了 要智慧 这指明 他们要分别是非的能力 而忽视追求死与活的生命 这样的一个状况 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 那个时候的法利赛人 他们还是这样 他们一直在说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什么是该 什么是不该 什么是可以做 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虽然这上帝在 历世历代一直介入他们的生命 亚伯拉罕来介入他们 摩西来介入拯救 耶稣亚来介入 大卫来介入 以赛亚来介入 马来基来介入 虽然有这么多人在介入 上帝透过这些人告诉我们 是死与活 不是是与非 可是没有办法 一直到耶稣基督来 才指出这条正确的道路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认证到父那里去 这句话不只说明 他自己就是道路 是用顺服来指出正确的道路 更说到他就是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只有生命才是我们最要紧的 我再说一次 我没有说是与非不要紧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也不是说我们可以去做非 我也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死与活的道理 我们要是与非做什么呢 基督信仰不是分辨 是与非的宗教 而是经历死与活的信仰 长期来我们不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用大部分的时间 来分辨是与非 我们说这样是对 那样是不对 我应该这样 我应该那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们可怜的光景 我们一直在是与非里面 礼拜天一定要来聚会 不聚会就是得罪神 你一定要十一奉献 如果不十一奉献 你就心里就有愧疚感 你一定要服侍人 如果你不服侍人 你就是错的 你做错了一定要认错 如果你不认错 实际上上帝就要咒诅你 你看我们一直在 是与非的里面 我们不知道什么 就是死与活 我们一直在 是与非上面 产生许多的争执 甚至说是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还是一次得救 不永远得救 我没有说这些都不重要 我只是说 如果我们不问这个人 就是我啦 就是你啦 不问这个教会 就是临生难路礼拜堂啦 不问这个信仰团体 台北的信仰团体 到底是死的 还是活的 我们整天搞是与非 这就是我们信仰 不能前进的原因 这就是我们生命 不能改变的原因 因为我们一直在问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师班这样 唱是对的还错的 事情这样 台课是对的 还是错的 我不知道你有多少时间 在论断是与非 他这样做比较对 还是我这样做比较对 他这样做比较对 还是我这样做比较对 是唱古典诗歌 还是像现代诗歌 我们一直落在这个里面 以父所书 要这样讲 还那样讲 摩西到底是这样 还是那样 我这样对 还你那样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直在这个里面 我们跟别的主教 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什么差别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不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东西 这个是分辨 是与非的事情 分辨是与非 只会带进我们 走进基督信仰的死胡同 只会带我们走进 基督信仰的死胡同 只有追求恩与信 才是引领我们基督 走向基督信仰的活的道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花多少时间 在评断自己 评断别人 评断自己的人不多了啦 不过我们也说放进去吧 评断别人我们很多 很多 评断自己也不必 我没有说 你不可以自我检讨哦 我只是说 到底我们要的是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 在第一章讲完了之后 他花第二章的前半段 来讲这个最较急的一件事情 就是死与活的道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信仰信到现在 你有没有觉得 食之无畏 弃之可惜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你一直在 试与非的里面 你没有在死与活的里面 你没有在死与活的里面 你不知道自己是死的 还是活的 我不要叫你举手 你确信你是活的吗 你确信你是活的吗 什么就是活着呢 什么就是活着呢 你不能说我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信仰信主经信多少年了 我还可以拿出 当时教会给我的受洗证明呢 我告诉你 你现在跟教会申请受洗证明 教会还是会给你的 教会还是会给你的 可是受洗证明 不能证明我们活着 不能证明我们活着 我们到底是死的 还是活着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今天早上 我们要分享的这个主题 生命大概是全世界 最令人惊讶的事情的了 也是最奇妙的事 你不要说会蜕变的那些动物 毛毛虫变成蝴蝶 蝌蚪变成青蛙 不要说那些奇怪 那些真的太奇妙了 太奇妙了 不要说那些奇妙的动物 我们就看人吧 一个小孩子 婴孩出生 一直到成长 一直到茁壮 生下来这么小 人家说什么 小时候胖不一定是胖 对吧 生下来这么小 怎么会长得这么大呢 最近李燕还拆我几公斤 真是把我气死了 她拆我几公斤还拆错了 还拆得很远 她不知道我已经长大成人了 她不知道我已经有一点体重了 我们怎么看到这么小的 应该怎么可能长得那么大呢 而且长大的时候还奇怪 外表还不奇怪 里面真奇怪 一样可爱的孩子 为什么有的人长出来 后来变成甘地呢 另外一个人变成希特勒呢 生命是很奇妙的事情 而且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 我们也经历许许多多的 我们有困难 我们有痛苦 我们有麻烦 我们有疾病 人就是最可怜的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人有思想 人会问为什么 越有思想的动物就越痛苦 越有思想的人就越困难 生命让人觉得最惊讶的地方 就是他会死 还会活 还会活 其实死了比活了倒好 死就没感觉了 不是指这个肉身的生命 可是我们最想明白的 这个死跟活 到底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样在信仰当中 经历死与活的道理呢 请我们再来念一次二章 以物所说二章一到十节 二章一到十节 二章一到十节 然后我读一节你读一节 我都有你们读一节 我们读第二次了 所以求主恩待我们 二章一到十节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您本为可怒之子 和别人一样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施的恩词 显明给后来的事再看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当保罗讲完了第一章 当保罗讲完了福气要给我们 当保罗讲完了上帝 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 我们怎么样可以认识他之后 他只用一段来讲我们的信仰 之后他就开始讲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信仰是死跟活的问题 我们的信仰是死跟活的这个问题呢 请你不要误会 我今天没有要布道 你们绝大部分都能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了 我不是在讲布道会 可是这个死与活的道理 不是只在讲说我们信了基督没有 不是这个问题 死与活是我们跟神有没有在一起 我们跟神有没有来往 不是活着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都跟神继续有来往的 没有 很多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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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缘故 当我们在读这篇圣经的时候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对于万物之灵的人而言 其实跟我们最有关系的 就是死活的道理 从这边我们看三件事 第一 神叫我们从死里复活 神叫我们从死里复活 我记得小说在乡下 我小时候在乡下里面 有人传说了一件事情 说我们隔壁村子有一个人死了复活了 我们所有人都跑过去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我既然还想到那个时候的光景 我们就跑 三四个孩子就跑 大家都跑 为什么呢 一直跑到隔壁村庄去看什么呢 那个人已经死了 停关在那里 可是他又活过来 大家都跑去看 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怎么会有人死又活过来呢 以福祖师在这边说 神叫我们从死里复活 到底什么意思 到底什么意思 是不是我们 死了几天之后又会活过来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还是说我们都不会死 耶稣说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对吗 又说凡信我的人 就永远不死 是不是 所以是不是不会死呢 不是的 这里死跟活 不是指肉身的死跟活 而是一种死与活的经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死与活的经历 经历 以福所说二章一到十节的 这个死与活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 都可以经历的 都常常经历的 而且你会在死活当中 注意听啊 跑来跑去的 你说死就是死 活就是活 活就不是死 死就不是活 为什么可以跑来跑去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也有人说 特别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说 主我还没有死呢 怎么需要复活呢 如果我死了以后 能够叫我复活 我就来相信 我就来得着 我就来跟随 可是我根本没有死嘛 所以怎么叫做死与活呢 为什么圣经说 他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呢 到底从圣经上来看 什么是死 什么是活呢 请你写下来啊 请你写下来啊 死是指 与神没有关系 请你写下来 与神没有关系 死是指 与神没有关系 第二 活是指 与神 与神 能与神 有来往 死是指 与神没有关系 我是指 能 与神 有来往 能与神 有来往 我们来看第三 一到三节 一到三节 那相话我念给你们听啊 我们念的时候 有时候不太专心啊 那我先念给你听 看看你能不能够专心的 看一看啊 我念给你听 一到三节啊 你们死在过犯 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 你们在其中 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先进在背腻自己 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 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 和别人一样 如果你读这段圣经 你就觉得有点点稀奇 如果你仔细读 你觉得很稀奇 如果你再仔细读 你就觉得没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说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意思说我们是该死的咯 我们是死的咯 他叫我们活过来 那没问题嘛 可是他下面说什么呢 第二节 他说那时 那时是什么时候啊 那时是死的时候 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 行事为人 死人怎么样可以行事为人啊 他还说随从今世的风俗 那时既然是没有活过来之前 是在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呢 怎么可能放纵肉体的情运呢 怎么可能随从今世的风俗呢 怎么可能随着肉体和心中 说齐好的去行呢 你不觉得这个经文有问题吗 你不想就没有问题 你越想就越有问题 所以经文说 当我们死在过犯罪的时候 他叫我们活过来 又说我们当时死的时候怎么样呢 在其中行事为人 我请问你死人怎么行事为人啊 死人怎么行事为人啊 只有活人才有行事为人嘛 他又说随从今世的风俗 随从今世的风俗套具 现在的一般的话 也就是说根上流行 请问根上流行是活人还死人啊 根上流行是粉色系的 还是蓝色系的 还是纯色系的 是活人还死人啊 死人就一套衣服 只有活人才一直换衣服 对吗 我昨天从外面回来 从外面回来 我下了飞机之后 我就看到一个消息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听说阿妹在小巨蛋开演唱会吗 来 有买票的请举手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调查你们有没有买票 那个听说他有一首歌叫三天三夜 你们知道吗 我不会唱 我也不会哼这个调 对不起啊 我连歌名都不知道 我实在有点点 没有跟上这个时代的风俗了 他们说三天三夜 然后说唱了三天之后呢 小巨蛋附近的人都抗议 因为最后一首歌叫三天三夜 我看你们都是死人跟我一样了 你们不知道这个事啊 知道吗 要跟上时代嘛 对不对 他们跳跳跳跳跳 然后大声唱到附近的人受不了 说小巨蛋受不了了 受不了 旁边的人受不了 太吵了 不可以唱这首诗歌 所以小巨蛋就通知阿妹说 啊 啊 啊 哦 诗歌 三天三夜不是诗歌哦 后来小巨蛋通知他 进唱 不可以唱这首歌 后来那阿妹就说 哦那就不要唱了嘛 进唱嘛 就不要唱 因为吵到别人了 吵到别人了 后来阿妹的这个粉丝就抗议 就说为什么不能唱啊 为什么不能唱啊 后来又抗议 抗议的人太多了 小巨蛋又说可以唱了 那阿妹就叫他们说 那为了不要吵到别人 我们又能唱呢 就唱的时候呢 上半声可以动 下半声尽量不要动 因为这样就嗨不起来 你听得懂吗 这样就嗨不起来 所以呢 他们就让他半嗨就好了 不要全嗨 因为全嗨就会大声唱 唱到后来外面就受不了了 那我请问你 里面是活人还是死人呢 当然是活人嘛 只有活人才会活蹦乱跳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 活蹦乱跳的 谁从今世封出的 不一定是活人 不一定是活人 经文说我们死在 过犯罪恶之中 可见这里的死 跟我们的死的观念 有问题意义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我们刚刚进去 服兵役的时候 我刚刚进去服兵役的时候 很好玩的一些事情 最近又流行探讨军中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探讨军中的事情 只是动作要做对 不要做错 不要表现一个动作 是跟别人不太 别人不太喜欢你的动作 我就跑到 我们到军队去服役的时候 到军队去服役的时候 我对每一个班长排长都骂我们 你们这些死老百姓 我都听不懂什么叫死老百姓 第一如果我是死的 我就不是军人 我就不会来了嘛 对不对 如果我是老百姓 我就不是军人了嘛 所以我当然 你叫我是死老百姓 怎么对呢 后来我才知道 他的死老百姓是 你不懂我们这里的规矩 你完全没有纪律 你简直就不知道该怎么做 你们是老百姓 而且你们是死的 因为你们没有军人的样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 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什么是火 不是一个人认为自己活着就是活着 活着也不是别人说你活着就是活着 到底什么是活着呢 四到六节说 当我们死在第五节 当我们死在过半钟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这边告诉我们活过来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 可见这里的活是从神的角度来看 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 我再讲一遍 基督信仰里面讲的死与活不是人说的 不是人说的 不是人说我是活的人 不是别人说的说他是活的人 也不能判断别人是不是死的活的 我告诉你是神说的 所以死与活是神的角度来看的 在创世纪里面神就跟亚当说 圆中树上果子你都可以吃 唯独这颗分别上上树的果子你不能吃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夏娃吃了没有 有没有死 没有死嘛 没有死啊 没有死啊 他不仅没有死 他没有死 当然后来他死了嘛 我现在说没有立刻死嘛 夏娃不仅吃了没有死 他还叫亚当吃 亚当吃了也没有死 不仅没有死 还发现自己没穿衣服 原来这是羞耻的事情 还会编衣服你说是活人还死人 你是活人还不会编衣服呢 对不对 怎么说他是死人呢 他编的衣服还躲起来 以后神来跟他说 说你们你在哪里 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躲起来 没有死啊 会躲还是死人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呢 明明天天他们没有死 并且他们之后还活了很多年 因为这边所谓的死 是指与神失去了关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跟神失去了关系 我们跟神不再有关系 我们跟神不再来往 我们不能与神交谈 注意听哦 我们不能与神交谈 什么是死呢 与神没有关系就是死 与神没有关系就是死 因此有人问说 为什么说我是死的呢 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如果我们对死有个深入的了解 我们才发现 其实圣经里面讲的死 是指我们有很多人看起来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其实我们从死的某些表现 我们也可以了解圣经的意思 什么叫做死呢 其实死的真正的意思 或者比较准确的意思 死是隔绝的意思 死是隔绝的意思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的 我们打电脑 打电脑 我们台湾打电脑 后来电脑 不work 不function 不work 不能操作的时候 我们做什么 档机 你知道档机哪里来的吗 是因为英文来的吗 英文的档机是什么 你们英文很好啊 比我还好啊 英文什么 是档嘛 对不对 档 不是上档的档 是档机 D-O-W-N 是不是 我英文还可以吗 档机 你知道档机什么意思吗 中国大陆人不叫档机的 他们叫死鸡 你说好难听啊 档机就好听一点吗 档机也没有好听一点啊 你知道我一讲档机 他们就笑 他说 你要把它档掉吗 没有啊 档掉啦 我们只要档掉啦 所以我们是美国派的嘛 人家是大陆派的嘛 他叫死鸡 什么叫做死鸡 那就是不能联络了嘛 连不上了嘛 连不上了嘛 死鸡 有时候 你手机突然停掉了 没有 怎么弄都弄不起来 他们就叫你把它关掉 重新开机 再不行 他就叫你怎么弄 怎么弄 有时候没办法 你知道弄到店里面去 他就给你弄弄弄 哇 他们很厉害啊 他们可以把死的弄活了 以后你就发觉 你的手机跟你又有关系了 否则你的手机跟你没关系 死就是隔绝的意思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是一个死人 死人就是跟环境隔绝的意思 跟时间隔绝的意思 跟亲人隔绝的意思 一个死人躺在那边 你打他也不还手 你骂他也不还口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跟你隔绝了 他已经跟你脱离的关系 所以你有什么动作 你尽量做吧 他没回应的 圣经为什么说我们是一个死人呢 因为我们跟神不通 没关系 跟人不通 没关系 跟自己不通 跟自己没关系 明明知道有一位神 如果我们从自然界 从神受造的宇宙 甚至哲学家也会用推论 推论推论说有上帝 可是有上帝 并不代表我们经历得到上帝 我们信有一个上帝 并不表示我们跟那个上帝 能有关系 能有关系之后 还是不是保持关系 这也是个问题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朋友 那看你怎么说嘛 我们是不是朋友 看你怎么说啊 以前是朋友啊 现在呢 不是朋友了嘛 没关系嘛 没关系 不跟你有关系了嘛 跟你隔绝了嘛 这叫做死 这叫做死 所以什么叫做死呢 就是跟神不通 跟神不通 理论上我们知道有神 我们跟神不通 无法来往 弟兄姐妹 我现在是在讲基督徒哦 我现在没有在讲非基督徒哦 非基督徒跟神不通 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要讨论 你现在跟神通吗 你打个电话过去 他有接吗 你问他问题 他有回答吗 你有跟他有来往吗 还是我们在 是与非的宗教里面呢 应该要聚会 应该要实义奉献 应该要跟弟兄姐妹 彼此相爱 应该要参加 成功中学的聚会 而且要来服事 如果你不来 你就不是一个好基督徒 我们是不是这样的 应该在上班有好见证 应该做好好的父母 应该做孝顺的儿女 如果你不是这样 你就不是好基督徒 我们真的是这样吗 还是我们跟神是通的呢 我们活着 是跟神有来往的 不仅我们跟神 不一定有来往 我们跟人有时候也不通啊 其实人跟人 应该很能沟通的嘛 人跟狗都能沟通了 人跟人怎么不能沟通呢 可是你发觉很奇怪 人跟人就是不能沟通 人跟人存在的是什么 是欺骗 是厉害 是厉害 你为什么跟这个人交朋友呢 因为有好处嘛 你跟不跟一个 完全没有好处的人交朋友 你不要太快回答啊 我只是问你 你跟不跟一个 跟你没有厉害关系的人交朋友 我讲一个事情就好 有一个人写信给我 他是一个不完全健康的人 他每次写信给我 就是李建长老 你好吗 我很爱你 我很想你 最近天气很冷 你要多穿衣服 我愿意为你祷告 某某某镜上 下面还有一句 请你一定要回我的信 某某某镜上 他写信给我就回他 他每隔三天到四天 写一封信给我 我每隔三天到四天 写一封信还他 他已经给我写了七八年了 我没有一封信没有回他 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我有毛病 我为什么要回他的信呢 可是你知道吗 这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有一天 他的母亲告诉我 你知道吗 全世界最知道你在哪里的 除了你的家人 跟你的秘书之外 就是我的女儿 她每天为你祷告 三餐为你祷告 他知道你身体一切状况 因为他每次写的时候 我就说我在哪里 我现在要去赶飞机 或者我现在正在什么什么机场 或者我现在正在 今天晚上 我咳嗽得很严重 明天早上我要在 林生南路讲道三堂 请你为我祷告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为我祷告了七年 我每一次写信 他就为我祷告 他就一直祷告到 下次他再写信给我 我又再回信给他 他就开始祷告下去 七年 谁知道呢 我不知道 我不是因为他 对我有厉害关系 我才回他信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到底是是与非 还是生与死 我们跟人通吗 人很奇怪 自有人类以来 就是这样子 人不仅跟敌人不通 人还跟朋友不通 人不仅跟朋友不通 夫妻也不通 亲子也不通 儿子是你生的 为什么跟他无法沟通呢 父母是我的 为什么我就跟他 没办法来往呢 因为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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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我们发觉跟自己也不通 跟自己也不通 我们不能随心所欲 我们不能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我们要求自己做好 我们就做不出来 我们没办法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不想做的 你没有办法控制 你自己不去做 我常常开玩笑 这里有医生 我也不敢乱讲 不过呢 最重要的器官呢 眼睛跟脑 算是很靠近在一起的 对吗 眼睛后面应该就是脑嘛 很靠近的嘛 脑跟眼睛 应该有很多的神经沟通 如果眼睛 应该是很听话的嘛 可是你会发现 你眼睛都不能听话 为什么 说不要看 不要看 不要看 你有没有拼拼看 学生说 要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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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就不看 对不对 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 一直看着荧幕 有没有 我不要讲学生 你呢 我们的脑子 可以影响到眼睛吗 死的 不痛 不痛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人里面的东西 好像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在这里没有说 我们都是这样 我没有这样讲 好像我们都是一个 很差的基督徒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 我们到底是活的 还是死的 有一次我读圣经 后来圣经读了那个 我一直读不懂 我最近突然懂了 他说暗明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暗明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明是什么意思 就是应该的 暗明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来 我问 还没有信基督以前 暗明当然是死的嘛 对不对 按照圣经的标准来看 来 可是 按照圣经的标准来看 按照圣经的标准来看 按明是活的 信耶稣 得 应该是 其实是 怎么会呢 怎么会呢 所以这里面有个东西 活根死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活根死是 国籍上的活根死 或者称为地位上的活根死 一个叫做生活上的活根死 或者表现上的活根死 我想地位上的活根死 我们问题不大 我们都已经信耶稣了 我们都信耶稣了 如果你还没信耶稣 今天是很好的机会 你只要跟主说 我愿意得救 我愿意相信 我愿意接受 我愿意得到这个生命 就得着了 可是你有这个生命 并不代表你活得出这个生命 你有这个国籍 并不代表你活得出这个生活出来 昨天我坐飞机回来 在飞机上面 我坐的 我隔壁坐的一个人 我听他的口音 不太像台湾人 不太像台湾人 可是他已经拿到台湾的身份了 拿到台湾的身份了 为什么知道拿到台湾的身份了 因为他在弯腰的时候 他的故障掉下来 我就看到 原来他是拿到台湾的身份的人 他不是跟我们一样的故障 他的故障比较特别 因为他是规划 或者拿到我们的身份的人 那我就看他的表现 我就看他的生活 你知道他有台湾的身份 并不代表他活出台湾的生活 对吧 我们有台湾的身份 或者我们有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 可是我们像不像中华民国国民呢 我们到底是神的儿女 这个是大概没有问题的 已经有身份证了 不然话你拿出你的受洗证明 再看一下 再不行 你就问问李静渊长老 我是临着难路 承不承认我是个基督徒 你问问看 他一定跟你讲 他承认的 可是你有这个身份 并不定你有这个生活 所以暗民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所以死与活 不是只用在我们 信主不信主的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神的这个生命 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就活过来了 我们本来是死的 回来变成活的 我们本来是死的 跟神不通 跟人不通 跟自己不通 为什么说我们活过来呢 因为跟神通了 我们就开始慢慢活过来 慢慢活过来 跟人也通了 跟自己也通了 然后慢慢又跟神通了 又跟人通了 又跟自己通了 但慢慢慢慢 有时候我们又跟神不通了 又跟人不通了 又跟自己不通了 所以我们就是活活活死死 死死活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信仰就是追求 或者经历死与活 暗民我们都活了 其实活不活 还看当时的状况 我们跟神能来往吗 我们能爱人吗 我们能跟自己沟通吗 这就是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说 要好好读圣经 好好祷告 其实那是方法 读经祷告不是目的 读经祷告只是个方法 只是个媒介 为什么 因为这样就让我们 跟神能来往 我们就跟人能来往 跟自己能来往 因为这个缘故呢 我们绝大部分的时间 不是在看着别人的 我们绝大部分时间 是看着自己跟神的 因为这边通 那边就通 这边不通 那边就不通 可是我发觉很多基督徒 从头到尾都在看人 比上比下 对不对 比上怎么样 一定不足 那比下呢 肯定有余啊 你无论现在多穷 你比上一定不足 你比下一定有余 无论你现在多高 你比上一定不足 你比下一定有余 无论你行为多好 你比上一定不足 你比下一定有余 你知道基督徒很多 这是个很吊诡的事情 当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就觉得我们会高人一等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常常这样觉得 我信主了 我高人一等 你看 我比较爱人 有没有 我愿意服侍 他为什么都不服侍啊 他为什么这样啊 你知道你眼睛 一直盯着别人的 I'm so sorry 我跟你讲 你是个死人 你不要骂我 你不要骂我 你一直盯着别人看 你为什么不看你里面 跟神的关系呢 这才是我们生命中最要紧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神让我们复活是原因 二 神让我们实力复活是有原因的 一 这不是我的重点 我今天不讲 我只把答案念给你们 然后我做一个小小的举例就好了 神让我们从实力复活 是因为一 神爱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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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让我们从实力复活 因为祂爱我们 祂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行为好 祂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好 祂爱我们就是因为祂生了我们 祂生了我们 神爱我们 第二 为世人做见证 神叫我们从实力复活 是先让某些人得着 然后作为别人的见证 像我这么烂的人都可以得救 别人就觉得比较有盼望一点点 神改变我 神让我这样子的人 还可以成为服侍人的人 弟兄姐妹 真的 我信主越久我就越发现 这样讲 越有露影 真是很讨厌 不过我就发现 这是真的 如果你没有信主越久 越发觉你是个烂人 你没有信对 如果你信主越久 越发觉你是个好人 你信错了 你信错了 因为保罗三次讲到自己 按的年代 第一次他说我是罪人 第二次他说我是一个罪恶极重的人 第三次他说我是罪魁中的罪魁 所以一个信主越久的人 他越不能骄傲 这又是很吊诡的事情 我们信主越久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对不对 这就是是与非 我比他好 我比他爱主 我比他付出 我比他爱奉献 我是十分之一 他是十分之零点八 他到十分之一的话 感谢赞美主 我已经十分之二了 你看到没 这就是是与非 这就是比较 这就是比较 神没有要我们比较 神要我们发现自己 所以像我们这样子的烂人 我们可以得救 是向世人做见证 说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得到 所以什么叫做活的信仰 活的信仰会一直在你跟神里面 活的信仰不会一直在你看到别人 在我们做所有的信仰里面 在我们信仰的生活里面 我再说一次 今天我是给基督徒说的 我没有要给非基督徒说这些东西 按您是活的 我们是不是个死的 我相信我们当中 大部分都是曾经活过 可能现在还活着 未来如何还不知道 这都是圣经说的 我在讲我自己 也是这样 我们是不是个活的人 我们看到的是上帝跟我 这件事情 还是我一直在看着别人 我一直在看着别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只有一直看着你跟神 我们才能够享受神 要给我们活的生命 第三 它不仅让我们做世人的见证 而且为了我们行善 这是目的 行善是活出神要我们活出来的 活出活出神要我们活出来的 所以行善不是做好事 行善是活出神要我们活出来的 那我问你 一个人怎么可以活出 神要我们活出来的呢 我告诉你 神要我们活出来的 不是要我们活出 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东西 不是不是不是 这些东西 什么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不是不是 是神对你个人的期望 弟兄姐妹 你有神要你行的善 你的善就是神要你行的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神要我们行的善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不是修桥不路 不是去捐钱 甚至你的奉献也不能救你 不然的话 彼得怎么会跟他说 你和你的银子一起灭亡吧 什么就是你和你的银子一起灭亡啊 就是不要你的银子 也不要你这个人 因为弟兄姐妹 这个缘故说 我们活着 是指着我们要活出神要我做出来的 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跟神沟通 才知道他要你活什么嘛 如果我不知道神的意思 我都不知道怎么活 我不知道怎么活 我这次到一个地方去讲道 我不知道怎么会答应他们讲道的 其实我已经不再答应新的地方了 因为旧的地方都处理不完 我没办法再答应新的地方 所以我就一直不肯答应 后来不知道怎么样跟他讲 讲讲讲讲 讲到后来就是后来不小心就是 又开了一个新的地方 我就非常的难过 我就觉得我自己都不知道 怎么会这样 可是我是答应三年后 后来三年后就到了 就是前不久 我就去了 去之后我就有点懊悔 为什么呢 因为我身体已经不好 然后跑这么多地方 我需要这样吗 可是我既然答应别人 我又不能后悔 后来我就去了 在那十几天当中 我每天问上帝一个事情 我还来吗 因为他们一直告诉我 你再来 你再来 你一定要来 我去了六个城市 每一个城市都跟我说 你再来 立刻就发出来说 请你来 一封信 而且我们知道你很忙 这样子 不需要答应现在 答应两年后 日期都确定了 我收到好多那个东西 我就把它放到那边 你注意我没有要讲 我很伟大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那你不要判断 我说他又在高举我自己了 你跟神自己好好活吧 不要管我 我现在只是在跟你讲 我的见证 我心里非常痛苦 我就跟神说 你到底要把我做这个事情 重点在你跟我之间 不是我跟他之间 我跟他之间 我讲到他活了 我走了他又死了 你听得懂吗 问题是我能不能活 不是他能不能活 我都不能活 我管他死跟活 请注意听 这一点都没有不爱人 你想要爱人 就先处理你自己死活的问题 你不处理你自己死活的问题 你怎么爱人 你怎么爱人 所以那十几天当中 我天天就跟神祷告 我除了跟他们讲道 跟他们吃饭以外 我大部分时间在房间里面 就是跟神说 你觉得呢 这个教会要去吗 那个教会不要去吗 就祷告 祷告 祷告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后来我发觉说 十八天下来 我觉得最喜乐的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跟他沟通的时候 而不是讲道的时候 你知道讲道有时候很爽的 你爽够了没 你知不知道神对你的旨意是什么 神要我们行善 怎么可以行善吧 亲爱的朋友们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的重点 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这都是死与活 我们要经历死与活 当然啦 我就说死死活活活活活死死 可是活的时候要渐渐地增加 死的时间要渐渐地缩短 我们也不可能 从现在开始就全部都做对 我们也不可能啦 可是我们要死死活活活活活活死死 多一点点时间跟神沟通 好叫神要我们做什么事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神要我们做什么事 我再说一次 我不是说叫你选择职业 我不是在讲这个事情 我也不是在讲说 你要不要孝顺父母 我也不是在讲这个事情 我在讲说 神到底所期待于你的是什么 神所期待于我的是什么 所以那十几天过去了 我就跟神说 好 我就继续祷告 继续祷告 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处理 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 因为神叫我们从死里复活 是因为祂爱我们 祂要我们做世人的见证 而且要我们行善 我再说一次 行善是你跟神沟通出来的结果 不是圣经告诉你的答案 听得懂吗 不然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们一辈子做不到的嘛 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 是你做对的也没有用的嘛 那是神跟我们的关系 第三 如何经历从死里复活 如何经历死里复活 来 我们来读八节到十节 我们来读八节到十节 我们读八节到十节 预备请 你们得救是本忽恩 撒旦对我们 第一个拦阻就是 不要让我们信耶稣 第二个拦阻就是 当你信耶稣之后 进入基督的宗教 不要进入基督的信仰 什么叫基督的宗教呢 基督的宗教就是判断是与非 基督的信仰就是经历死与活 所以我们活过来这件事情 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可是我们怎么可以活过来 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情 我们怎么样可以经历死里复活呢 他说一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请你写下来本忽恩 第二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请你写因着信 我再说一次 今天我们当中如果有目道的朋友 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 这一段是为你写的 但我要对我们当中绝大部分的 已经信了耶稣的 我告诉你这一段 还是为你我写的 什么叫做恩呢 一个人得救 一个人重生 或是一个新生命 一个复活的生命 一个大能的 有大能的生命 是怎么领导一个人的 一个基督徒 他按名他是活了 后来他还是活的 还是死的呢 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国籍的问题 一个生活的问题 一个生命的问题 一个表现的问题 按名我们大概在这边了 可是真的能够得得着吗 真的能够得着吗 那要怎么样可以得得着呢 那这里告诉我们 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什么叫做本乎恩呢 本乎恩第八节说 不是出于自己 是神所赐的 那个本乎恩 什么叫做因着信呢 就是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就是因着信 注意听啊 我稍微分享一下 本乎恩是从神的角度来看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把镜头拉得远远的 从上帝的角度来看 一个人怎么可以得到复活的生命呢 或者我们说在电影的镜头 运进的时候呢 是很远的镜头说 怎么可以得到生命呢 这个人 他怎么可以从死里复活呢 是神的恩典 客观上是神做出来的 是耶稣基督定在十字架上面 这个没有一个人可以做 是他做出来的 你从远处看 你从背后看 上帝做出来的 什么就是因着信呢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因着信 就是你从近处看 或者从个人主观的经历看 就你把镜头拉得非常的近 说这个人怎么会得救呢 是因着什么 信 他表现出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了 耶稣基督你把镜头拉近的时候 从这个本身来看 因着他的信 他就得着死里复活了 得到死里复活了 所以本乎恩是客观的 因着信是主观的 基督复活的生命就临到我们身上了 国籍的事情是这样 表现的事情也是这样 生命的事情是这样 生活的事情也是这样 都是本乎恩跟因着信 那为什么说我们得就是本乎恩呢 那我们要讲恩这件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恩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 什么叫做恩呢 三个你写下来 第一 不配得的时候得叫做恩 不配得的时候得叫做恩 不配得 你不配得这笔钱 别人把这笔钱给你叫做恩 给你的恩典 为什么不配得的时候得呢 因为一到三节就告诉我们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罪恶之中 他就叫我们活过来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得恩是在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 就得着了 恩典的部分不需要你悔改 我再说一遍 听得懂吗 我把它拆开来讲了 恩典的部分不需要你悔改 因为你悔改才得着 那你就代价了 不是 那个恩是普遍撕下来的 不配得的时候就已经来了 谁信耶稣 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之前的 有谁懂得要耶稣替我们赎架的 没有我们都不知道的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我们是一点都不知道的 他已经把恩典撕下来了 当我们还在罪恶当中 神就给我们恩典了 所以一个人得到了恩是你不配得的时候 就得了叫做恩 不配得就得 就是恩 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个罪人 信主之后我们还是个罪人 还是个罪人 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缘故呢 我们就应该随时有可能 有机会得着 这个客观已经存在 我们不配得的时候就得着了 恩典 所以我告诉各位 要活过来 是一念之间 从看着别人到看着上帝 就活过来了 一念之间 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吊诡的事情 很辛苦 你一定要一直做 一直做 一直做到你习惯 你再看别人 你就是死路一条啦 你再看吧 只有看着自己 跟上帝 今天早上我跟一个人打招呼 他不理我 后来今天长老就跟我说 你知道了 那我就跟他说 没有关系啊 我跟他打招呼 是我跟神的关系 他理不理我 是他跟神的关系 我一定要跟他打招呼的 我是一定要跟他打招呼的 你要爱人 如果你要等到人家带来爱你 你就慢慢等吧 可是你爱人 人家也不一定要爱你啊 但是你爱人 是因为你爱神 你跟神的关系 他爱不爱你 是他跟神的关系 你不用因为他跟神的关系 但影响到你跟神的关系 因为神已经把恩典给我们了 所以恩典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 是不配得的时候得 这是第一第二 恩典是没有付代价的时候 你就得了 叫做恩典 你没付代价 你没付代价 吃饱饭 吃饱饭要去付钱 要去付钱的时候 别人跟我说 说你不用付了 刚才那个先生帮你付掉 我说哪个先生 然后一看我装熟清帮我付掉了 这叫做恩 就是我没有付那个钱 他去付掉了叫做恩 还有个老板说 我今天请客 这叫做恩 我没有付代价的时候 我就得着了 叫做恩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都要用payback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先给还后给 对不对 预付款 怎么样 或者是信用卡 但这都是有对价的问题 什么叫做恩呢 就是没有付代价的时候 就得着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得救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没有付任何代价的 其实准确说不是没有付代价 是有人帮你付掉的 对不对 所以我不是吃霸王餐 是庄熟清帮我付掉的 今天你我是在 什么叫做恩呢 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付掉了 这里讲得很清楚 我不去解释经文给你看了 换句话说 我们的旧恩 是在基督里面做成的 我们没有付代价 我们也付不起代价 弟兄姐妹 我们信了主之后 还是这样 还是这样 我们付不起代价 我们付不起代价 可是神的恩典领导我们 让我们可以活过来 活过来 第三 恩是人人可以得着的 叫做恩 恩是人人可以得着的 恩如果是少数人可以得着的 那就不是恩了 恩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的 恩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牧道的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 这个恩是为你的 所以你们来看 如果是我施洗的时候 我一定问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每次读人家 那个替人施洗的时候 念的那个词 我都 我就改掉他里面的一些词 他说 耶稣为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我不要这样问 那个受洗的人 你相不相信耶稣为你的罪 钉在十字架上面 为人的罪当然是为人的罪嘛 对不对 那跟我没关系嘛 所以他受洗只想 拿到受洗证书而已嘛 没有 我要你承认 我要你知道 我要你了解 我要你接受 我要你确定这件事情 就是耶稣基督是为你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面的 不是为了别人的罪 而别人的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是他犯罪抓他嘛 不要抓我嘛 对不对 我又不是贵妇团的 抓我干什么 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第三就是 所以第三就是 恩就是人人可以得着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人可以得着 国籍是这样 表现是这样 生命是这样 生活也是这样 人人可以得着的 因为这个结果 我们看结果 我们结束了 所以结论 信就是接受 因着信 什么叫做信呢 就是接受 救恩怎么临到我们呢 接受 信 注意听啊 信不是相信 中文的相信给人一个误解 我最近去一个地方讲道 我讲道 他翻译 你知道 有些语文我听得懂的 日语我听得懂一点点 德文我听得懂一点点 英文我听得懂一点点 香港话我听得懂一点点 闽南话我听得懂一点点 很多话我听得懂一点点 西班牙话我都听得懂一点点 这次去一个地方 他没有一句话我听得懂的 你知道吗 我去了到离开 我连谢谢两个字都不会说 干 多么恐怖啊 所以我每次在讲道的时候 我就很特别紧张 为什么 因为广东话他翻错了 我知道 英文翻错了 我也知道 德文翻错了 我都还会知道一点点 他如果翻错了 因为我讲的是中文嘛 因为我对这个语文 有点认识 所以他翻错的时候 我就会知道 可是呢 他是每一个字 我都不知道 你知道翻译的时候 我每次都跟那个 我就跟那个翻译的人说 我讲什么 你就翻什么 你完全不用考虑任何的问题 我讲错了你就翻错 你不用把我纠正 因为我的讲道方式 跟别人不太一样 有时候我故意讲错 全部讲错 大家走走走 我说错了 他哦哦回来 他有时候那个翻译 因为自己的技术很好嘛 所以我讲一套 他讲一套 你听得懂吗 那我 我说 比如我说 我说我有两个孩子 他就跟我说 他有两个孩子 你翻译翻错了嘛 你要翻 我有两个孩子 对不对 因为你是翻译嘛 你不是解释嘛 你是翻译嘛 所以我说我有两个孩子 他就说 他有两个孩子 所以我一直跟他说 你要翻对哦 我说我有两个孩子 你要说我有两个孩子 他就看着我说 是吗 你翻嘛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我到那边 因为不懂他的语毛 我在那边讲 我讲的时候 我每次讲到神 他就翻阿拉 我一讲神 他就翻阿拉 我就生气了 我说你有沒有翻对啊 他说 怎么了 我说我是讲神爱世人 你怎么说阿拉爱世人呢 爱世人三个字 我是听不懂 阿拉我都听不懂 他就说 我们这里的神就是阿拉 我们这里翻神就是阿拉 所以我告诉你 相信神 这个字的信神 我们讲信神的时候 不是相信上帝的意思 因为上帝有 在人的里面有好几个 信神是接受救恩的意思 信是接受的意思 信不是我被你说服的意思 信不是我同意你的意思 信是我接受的意思 所以本乎恩也因着信 信是本乎恩是神的给我们的 因着信是我接受的意思 本乎恩因着信 原来他们那里呢 阿拉也翻成阿拉 穆斯林的阿拉 基督徒的阿拉 基督徒的神 他也翻阿拉 所以你就很麻烦了 后来我就觉得糟糕 后来我一想赞美主 这样就更分别出来了 听得懂吗 这个阿拉跟那个阿拉 是不一样的阿拉 这个阿拉跟那个阿拉 是不一样的阿拉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因着信 是接受救恩的意思 好 国籍是这样 表现也是这样 我们接不接受这个救恩 我们接不接受这个恩典 我告诉你 你一接受你就改变了 你一接受你就活过来了 求主帮助我们 一接受我们就改变了 你 你不用担心这件事 圣经上这样讲 国籍那么难 你都信了 对不对 表现你还不信啊 死的生命都变成活的生命了 死的生活变成活的生活 还不信啊 请我们打开诗歌339首 我们来唱 耶稣我们谢谢你 你不仅当时为我们 钉在十字架上 你现在还天天赐给我们恩典 叫我们借着道路 真理 生命 可以回到父那里去 我们常常 不仅如羊走迷 而且我们偏行几路 如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为你给我们死活的追求 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常常在死的里面 求你让我们偶尔活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你是一位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主要你知道我们的难处 你知道我们的困难 你知道我们的矛盾 就是我们常常用比较的方式来面对 我们不常在你的面前面对绝对的你 我们却常常跟别人来一个比较的我 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 主要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早晨可以一起来聚会 我们一起来唱诗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现在要分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众弟兄姐妹和神普世众教会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